開瘋啦 祝大家新年快樂 這幾天還是有很多奇怪的問題 欸 請問一下 各位老闆你的黃金 之後會漲還是會跌 我已經說過 我不是老師 我也不是諸葛亮 我不知道之後會漲還是會跌 我記得我第一塊賣的 最大的一公斤的黃金 是一個高雄的葉先生 他長得很帥 他話很少 一百幾萬 碰 就丟過來了 差不多四年前賣的吧 那時候差不多台幣150萬而已 現在已經205萬了嘛 但是我不會去做預測你知道嗎 那客人也沒問啊 我不是說 欸 會大漲喔 今天是通貨膨脹 真的160萬變成200萬 假如今天是跌40萬欸 就是跟超派一樣要來打人的 我 從來不會幫客人做預測 勞力士更多 每天他們 老闆你覺得水鬼會漲嗎 老闆你覺得一年後賣回來給你 我會賠錢嗎 你會啪就不要買 勞力士不是讓你剛做股票 在那邊玩投資的 勞力士是有錢人的玩具而已 我家小朋友拿去玩 他以為這是玩具 對啊 我說這170萬 你不要玩好不好 你不要問我說哪個會漲哪個會跌 我只會回答你 我不知道 對 如果勞力士的話 說真的 他今天要漲 他今天全部的表款都會漲 他今天要跌 他全部也會讓你跌到洗髮爛 這種那幾隻就價錢死在那邊不動的 就例如說比較不熱門的 像說春風的那一隻牌死 那隻就是價錢永遠就卡在 45萬到55萬之間 每漲也沒跌 別人綠水鬼要衝到100萬也不關他的事 大部分都是起漲起跌啦 跟股票一樣 股票也是嘛 只要大盤漲幾乎80%都會漲 下次有人再問這問題 我就要傳這影片給他了 黃金也是啊 我今天賣你1塊30萬的黃金 我自己也才賺你2000塊 200萬的黃金 1公斤的 我也才賺你不到1萬塊 你賺了你也不會分我賠了 你也要自己負責 所以我當然不會幫你們做預測 萬丈高樓平底氣 每個Move小老V